他们感到百事不得其解 原来中国大陆早已经进行了 在国际间的反毒策略 现在美国是针对国际间的反毒策略 针对中国大陆的反毒策略 进行反击 反反击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中奖人 张有华 2758号决议会不会复活 美国已经派了两个副助理 国务卿到了台湾 跟林家荣进行协商 2758号决议是一个联合国的决议文 中国大陆的国安部 曾经针对2758号决议文 公布了一个检讨的结果 这个结果现在还在网络上 各位可以去直接参考一下 2758号决议文 现在美国有意在扭取事实真相 回到了1950年代 1950年代是一个什么状况 它有三个状况 第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 第二个 第二个 不管台湾的地位如何 绝对不能落入到红色中国的手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台湾的问题是美国的专利 不容世界各国男子 大概就是这三项 现在2758号是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 那美国呢 就是说 第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 第二个 只是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习次的问题 而没有解决台湾遗留下来的问题 台湾虽然退出 但是可不可以参加 所谓的类似的国际组织 或者半官方的组织 等等这一些 然后第三个 讲得非常的清楚 2758号决议 只是中国大陆取代蒋介石代表集团 成为唯一中国的代表 那显然 美国现在对于2758号的决议 可以分成四个方向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说 美国不反对世界其他国家 跟台湾建交 美国不反对 第二个 美国也不反对 反而支持台湾参加有意义的国际组织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还是在谈台湾地位未定论 两岸两国不不隶属 的原因就是出在这里 那第四个 究竟他要台湾进行抗中保台呢 你还是保台抗中 这一些都使得美国的一中政策 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显然 他们要打破三个公报 上海公报 建交公报 817公报 上面所强调的一中 美国现在是在检讨 这个我过去 我老早我就讲的 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 是在欧洲 他们就发现 他们的签证上面 过去十年二十年没有事 突然变成了一中 他的国籍就是中国 让他们感觉到嫁衣 才写信回到台湾问 或者直接问我们 到底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欧洲 大概五六个国家 对于一中的说法 慢慢的改为非常的严谨 就是好比说瑞典 丹麦 我过去讲过奥地利 等等那些 都回复到了一中 就是你的国籍方面 就是中国 过去注记的是台湾 那现在是变成了中国 他们感到百事不得其解 原来中国大陆 早已经进行了 反毒的 在国际间的反毒策略 现在美国是针对 国际间的反毒策略 针对中国大陆的反毒策略 进行反击 反反击 那第二个他就倡导 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个回到了1950年代 台湾的地位 只有我美国可以认定 不是你中国大陆 说三道四 这也就是说美国东亚副助亲 蓝默克 现在他在台湾 跟林家隆他讨论的 如何参与国际组织 就像WHO 国际民航组织 就是过去台湾 曾经参加过类似的组织 而现在是被中国大陆 否决以后 所产生的这些问题 过去台湾可以参加 未来他也可以参加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谈到了2758号决议 就是中国代表的 唯一中国的立场 那现在问题来了 美国还想重回到过去 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由美国来论定的时候 中国大陆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台湾 自重自发的说 我要根据这个决议 我要做什么事 而是美国鼓励 所以美国的做法 现在有没有在挑战一中 这个是值得关切的 美国虽然说 他奉行的是一中政策 可是美国的一中政策 跟中国大陆的一中原则 那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中间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美国有两位副助亲 一个主管条约的 一个是主管东亚事务的 副助理国务卿 在台湾跟林嘉隆 谈的就是这件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美国真要对台湾 很好的话 你干脆那你承认台湾 他又不敢 他鼓励别人跟台湾建交 那他自己不跟台湾建交 那是什么意思 当然 美国只希望运用台湾地位 未定论 还有包含抗中保台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 就运用台湾作为一个棋子 去牵制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也就是说 美国绕了那么大的一个弯 他只是去鼓励别人 可以这样做 就与中国大陆形成一个挑战 但是他自己不来挑战 中国大陆 他是默默推动 两岸两国故不隶属 这个取消是值得中国注定